如果大家之前也有看過我介紹BMPCC 4K的套裝影片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會對PodKiss這個品牌一點都不會覺得陌生 如果你要細數我認為最適合新手去購買使用的一個拍攝用的 monitor PodKiss一定會是我首選的品牌 最近PodKiss推出了一個不用一千元就買到 沒錯你沒聽錯 不用一千元就買到的5吋可以觸控的一個 monitor 支援10bit的色彩深度 亦都是支援4K輸入、Full HD的輸出 而且重量只是130g的PT-5 儘管看看能否利用 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如果大家想看一些好好生活的好產品 相機鏡人的評測 或者街拍的紀錄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這一集是沒有開箱的畫面 因為配件跟之前開箱過的大致相同 我就不太多作介紹了 我們直接說它的功能和操作體驗 通常要測試這一類的器材 我都會盡量在開工時用過 之後才做評測 就好像之前的LH-Ink H-P6等等 我會用過開工才會來分享 因為之前我為我的教練Mike和兩位學生 拍攝了一個健身形象短片 當時我就是使用這個Podkeys的PT-5 那天我所使用的相機就是Sony的HS-Mars 3 鏡頭部分就是用了Iron Glass的手動變形鏡頭 機身本身搭配的鏡頭 其實它不算太重 但是又因為要加這個圖存發射器 所以就令到機身的體積會變大 亦都相對變重了 所以在螢幕的部分 我就想盡量保持得有這麼輕就有這麼輕就OK 因為我都是用來看畫面的 主要 但是針對手動對焦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使用的 Focus Picking PT-5相對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PT-5它更新了Firmware之後 它的Focus Picking是會更加類似Ari的那種 所以是會更加容易看到它的焦點位置 這一點我是覺得非常之不錯的 而由外觀來看的話 它的外形是更加比P6硬正的 看起來是更加硬正的感覺 雖然它的機身就沒有P6那麼薄 但是它可以做到P6一樣那麼輕已經是非常之不錯 因為畢竟PT-5它是一個支援10bit 顏色深度的一個拍攝用的 monitor 但是要留意 它不是真10bit 它的10bit是8加2FRC的 簡單來說 它的顏色深度比8bit會更多 但是也不會比真10bit一模一樣的 沒有那麼漂亮的 如果你說純粹用來看畫面 構圖來說是很夠用的 就是你不是對顏色有非常之非常之大重度需求的話 相當夠用的 亮度方面它是500nits 在大太陽的情況之下 其實會不會那麼看得到的 所以它都會隨機 就附送這個遮陽罩 遮光罩 所以你卡住了在 monitor 兩邊 就可以做到一個遮光的效果 也都同時有一個保護框框 可以防止你的螢幕的四個角角 是會有撞到的危險的 我個人覺得也算是一個挺貼心的設計 就是一石二鳥 因為PT5是一個塑膠的機身 所以它才做得那麼輕的 也是因為這樣 四個角落會因為這個東西保護得到 畢竟你也知道 有可能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撞到它 包了就很尷尬 但是說真的 整體造工它不是那麼差的 也算不錯的一個質感 所以應該不會那麼容易爆 除非你真的撞得很硬棍 電池方面它就是使用Sony的L電 或者Canon的E6電都OK的 我上次的拍攝就是 由大概晚上的7點開始 拍到凌晨的1點 在這6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用不到一顆的F750 所以我也不是有關機 我是完全沒有關機 沒有關機的螢幕的情況下去使用 它的電量都是做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表現 如果你有需要外接圖存的話 其實都可以直接透過它的USB 來給電這些小型的圖存都OK的 你也可以使用PT5上面的USB 來輸出電力 如果你會使用V-mount電的話 一樣可以透過D-Tab來進行供電 這些都OK的 再來就是它也是支援HDMI IN和OUT 兩個都會支援到4K30格的輸出和輸入 但是我就試過了 用A7S3去拍攝4K50P 它都可以正常輸出1080P的畫面 所以應該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你對輸入這個over了4K50的話 在功能方面 基本上和LH5H是一樣的 除了不能控制相機之外 所有的Focus Picking Force Color Guide 3D LUTZ Lumer Histogram Wave Form Audiometer Zibra等等 全部都有的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你說應付一般的工作 或者是YouTube自拍的拍攝的話 例如看畫面 看構圖 真的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在實際使用的時候 其實我都發現到 有一點點 那麼堆堆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 你會選擇不到 在某一個specific功能裡面的細節調整 例如 它那個Guide的Ratio 設定它那個頁面 有時候你按極 它都跳不到出來 但是透過更新Firmware之後 這個問題已經得意解決了 所以 這些類型的小問題 其實現在這些器材 都挺常見的 但是又可以很簡單的 透過Firmware的更新 就可以解決得到 所以 不會說是一個太大影響的 也都因為它很輕的關係 就算它是加了F750 都不會有一個負擔的感覺 你的重量不會說很累 所以對於 配件要盡量輕便的攝影師來說 我覺得這個螢幕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大家都真的要再注意 我都再提醒大家 它不是一個真10bit的螢幕 如果你對於顏色的要求 是有很重度的要求的話 你可以直接考慮 Atomos的Shinobi 我不會讀的Shinobi 那個螢幕是有10bit的HDR的 所以它的顏色表現會更加好 但是它的價錢是貴一倍又多 所以大家看菜吃飯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需求去購買 幫到自己的器材就可以了 今天介紹的這個PT5的產品 我的那個連結 我會放在info box裡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要真的需要購買 或者有興趣去了解的話 就可以透過連結多多了解 最後大家記得一定要理性消費 有需求購買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youtubechannel 旁邊的鐘仔 boboleak 這樣按一按它 並且把通知set做全部 我新的影片發佈 你需要第一時間知道的 順便可以follow我instagram 因為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好產品 新產品 我會透過story的方式 首先跟大家分享的 也會有一些街拍的記錄 會透過photofit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的 這集就這麼多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